来看医疗的讯息 一名糖尿病的患者 长期以来都靠着吃药来控制血糖 病情都相对稳定 但日前却在罹患新冠肺炎之后 血糖突然大失控 血糖值飙升到原本的14倍 最后是改用着胰岛素的治疗 血糖才逐渐的恢复了正常值 医师就表示 根据美国糖尿病研究的调查 患者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半年内确实会有血糖飙高 控制不佳的情况 呼吁高风险的族群 一定要施打疫苗 目前仍处于呼吸道疾病 流感与新冠肺炎的高峰流行期 近期有一名糖尿病患者 长期都靠吃药控制血糖 但日前却在罹患新冠肺炎后 血糖值突然大失控 飙升到原来的4倍 最后改用胰岛素治疗 血糖才逐渐恢复正常值 医师认为与感染新冠肺炎有关 他有说他其实他的生活作息饮食啊 用药啊都跟之前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所以我们才会去揣测啦 会不会是跟新冠病毒有关 因为确实也有些不少研究 提出来说发现 得到新冠病毒以后 血糖可能会受到点影响 医师表示根据美国糖尿病研究调查 患者在感染新冠肺炎后 半年内确实会有血糖飙高 控制不佳的情况 甚至有研究显示 感染新冠后而产生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 甚至转变成新陈的糖尿病 因此呼吁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施打疫苗 不管是流感疫苗啊 新冠疫苗 因为可以发现这些慢性病的族群 本身身体健康真的比较脆弱 所以他们接受疫苗的好处 其实比我们没有这些慢性病患者来得多 所以他们其实是比较鼓励 可以打的话 只要没有禁忌 还是可以打比较好 医师也提醒 一般民众在个人生活 饮食习惯或是运动上都要加强 才能提高免疫力 帮助染疫后的恢复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